便當 便當這詞雖然源於中國 但作為一種食物的形式 卻是來自於日本 不管之後是如何放上光納的 總之,大家好,我是觀察員 最近我對於便當很感興趣啊 加拿納只是萬華東元街上的台式居酒屋 一位住在萬華的朋友跟我推薦的 他們最近因為晚上客人減少 推出了午餐便當 強調沒有所謂的便當菜 用的就是居酒屋會出現的菜色 一走兩周口味 可以用電話或線上預約 店不大、人手不多 所以雖然外送但範圍也不遠 不過買個便當 騎個車自己去拿也很方便啊 我訂了岩烤情魚便當 OK,我拿到啦 這就是我今天訂的 加拿納只是的岩烤情魚便當 盒子用的非常的用心 四個後患裝的很延實 看來非常有質感啊 沒有湯湯水水的菜色 一如他們說的 用的就是居酒屋的菜 配置與照片看來也頗為相像 主菜的烤情魚 非常漂亮 長度16公分 比麥當勞的長寶還長 配菜呢 有烤有炸 就是將居酒屋的小菜 減少分量 分裝在便當裡面 和香菇 聽說是招牌的 起自烤櫛瓜 好吃雞豆 玉子燒 杏包菇 炸南瓜 玉米筍 烤物 炸物 種類豐富 口感柔和味道舒服 豪滿的情魚 肉質細緻 滋味鹹髒也恰到好處 配飯剛剛好 雖說買回來有點涼了 但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啦 或許對於不少人來說 便當就是個沒空池 簡單求飽的食物 無需細緻 無需計較 一如其名便當 就是方便嘛 可當面對到 可以明顯感受到 用心的便當時 我們是否也該要認真的面對他 給他點尊重呢 於是我又訂了炸雞腿便當 這是晚上沒有的園方餐 配菜差不多 但主菜的雞腿排分量值得加獎 但可惜這天我遲到了一點 可是帶回家又花了些時間 雞腿排已經涼了 所以說調味有對到我的口味 但放涼的炸雞腿 口感已經輸了 如果下次我再訂雞腿 應該要選第一時間的秩序 而且要馬上找地方吃掉 這樣應該就會還不錯吧 對了 情魚與雞腿都是165元一個 不算便宜但蠻值得的 如果有任何問題請留言跟我說 想看到更多關於我的生活觀察 也請按讚訂閱 麻煩請分享出去 我是觀察員 我們下次見